我们在第259集从50多粒中药酒配方中筛选出10种常用的中药 今天就做一款针对草鱼的药酒配方 首先取三颗公丁香 丁香钓鱼主要用丁香来泡制曲酒 丁香会释放出自身含有的丁香分 这种香味对于有不可抵挡的诱惑 接下来取三颗山奈 山奈也是钓鱼药酒中常见的一种药材 山奈中同样含有挥发油成分 且溶于乙醇山奈中特有的味道 经过泡制以后可以起到明显的诱惑效果 最后加入5克白纸 白纸自身含有一种芳香甘醇的香气 泡制要久后 对刺激鱼的中枢神经提高摄氏率 包括黑坑使用中抗硬机都有非常明显的作用 我们把这三种药材放入曲酒中 这里我们还是以液晶的曲酒为例 把瓶子密封放置到阴凉处 泡制60天即可完成 这是我们泡制好的成品 成品药酒酒香浓郁 为深褐色 无论是泡制草鱼窝料 还是添加到草鱼饵料中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关注我 下期为大家分享 用草鱼药酒泡制玉米 砖钓大个体的草鱼 让你持续省钱钓大鱼 用最新闻的制度 鱼椒 中文字节-训词